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有 CtrlIt的基本观念 OpenPose Editor PoseX 3D OpenPose 安装和基本使用 大家应该都已经有抓CtrlIt了 这边会以CtrlIt1.100为分享说明 如果还没安装的 请参考右上角的资讯卡影片 第一部分 OpenPose Editor PoseX 3D OpenPose安装 如果已经有安装的 请自行跳过这个部分 到影片的下方 点开这里 按键盘的Ctrl键不放 点这三个连结 这样就会直接开启这三个 点第一个 点下拉式选单 按这边复制安装网址 回到StableDiffusionWebUI 点Extensions 再点Install from URL 点这边 把安装网址在这边贴上 再按这边的Install按钮 这样就会开始安装 安装完毕后会出现画面 这些文字 再来安装第二个 流程都一模一样 这边就不再重复说明 不会的就跟着做就可以了 OK 三个都安装完毕 最后来这边点Apply and Restart UI按钮 重开完毕 重开完毕后 如果你有看到OpenPose Editor 3D OpenPose 和这边的PoseX 恭喜您 已经安装完成 第二部分 Control and生图流程简介 之前的影片有分享过Control and的跑图流程 这边写取之前的片段让没看过的人看一下 有看过的可以跳过 假设这边是从原始图开始 为什么要这样假设呢 因为Control and不一定是要从原始图开始 这个原始图会被丢到预处理器 Pre-Processor里头 这个预处理器依照不同的需求 目前Control and 1.100 有11种预处理器可以选用 经过预处理器的处理会跑出预处理图 老阿贝比较喜欢称它为预处理稿 如果你一开始有这个稿的话 就不用从原始图开始 从稿开始也是可以的 再来把这个稿加上Control and的Model 丢给Stable Diffusion OK 到这边就可以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Control and的操作界面 点开这里 往下拉就可以看到界面 这边是放原始图的地方 刚刚说的预处理器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来放一张原始图 这边可以直接点一下开启档案 也可以用拖拉方式 这样原始图就放上去了 因为这是原始图 所以我们需要预处理器 帮我们做成预处理稿 这边选择Open Pose 预处理器 点中间这个小图示 就会把原始图转换成预处理稿 这个就是Open Pose的预处理稿 有了稿之后 根据前面所述 还要加上Model才能丢给Stable Diffusion 来这边选Open Pose的Model Model的用意在于 跟Stable Diffusion说 这张稿要用什么方式处理 所以一般来说 预处理器选择什么 Model就跟着选什么 当然 如果你要标新意义选择不一样也是可以 只是画出来的结果会很奇怪 这样这几个的关系应该很清楚了吧 这些都是好后 再加上上头的Prompt和各个参数 就可以开始跑图 差点忘了 要把这个Enable勾选 这样Control it才会有作用 如果你的显卡只有4G的话 也可以把LVRAM打勾 OK 来试着跑一张图看看 跑出来的图姿势 就会跟预处理稿姿势差不多 这就是Control it的基本生图流程 第三部分OpenPoseEditor 基本简介与操作技巧 来这边点开OpenPoseEditor 这边有OpenPoseEditor画布的宽和高 用滑鼠拖拉这边可以调整 这边也可以 再来说说画布里面的操作方式 按下滑鼠左键不放把这个人选起来 一到选取的框框内 按下滑鼠左键不放拖拉 可以移动人的位置 点框框外头取向选取状态 将滑鼠移到关键点处 鼠标会变成移动的图示 变成这种移动图示时 点滑鼠左键不放可以拖拉 人物上的关键点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拖拉来改变姿势 让阿贝先把人物移动到右边 再来改变画布的宽 你会发现当宽度小于人物的时候 线条会不见 调整宽和高时 尽量不要让线条不见 在跑图的时候比较不会出现不一致 这边没问题后 就继续 在画布里面你也可以只选取一部分来做拖拉 这个at会新增一个人物出来 用滑鼠拖拉四周的点可以放大缩小 中间的点可以变粗变细 上面的这个点可以旋转 这边有一个问题 老阿贝一直没找到 就是不晓得怎么去删除 知道的麻烦下面留言解答 谢谢咯 老阿贝目前的做法 就是把它移到旁边 把画布缩小 让它不要出现 再来是reset按钮 按下去会清除画布 等会会用到 load from jason按钮 是从已储存的jason档案载入 在老阿贝这边 这个功能一直有问题 是一次给大家看 先把人物存成jason档 jason长处错 所以现在存成png档预备一下 要load from jason前 先二reset清除画布 开启 开启刚刚储存的jason档 老阿贝这边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老阿贝很少用jason档 再来detect from image按钮 可以侦测图形上的人物姿势 来选一张人物图 这样人物的姿势就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不过这个功能有时候会出问题辨识不出来 可以按浏览器重新整理 或是换一张图示看看 再来add background image按钮 可以让你新增背景 来选一张背景是看看 这边的背景只是让您做人物的调整 而不是跑图上面的背景 再来precess的设定 老阿贝的电脑这功能一直有问题 所以也没办法测试给大家看 画面往下拉 这两个功能有说过了 这个就是送到text to image 另外这个是送到image to image 这边可以送到哪一个control net 老阿贝开了两个 所以可以选择0或1 来选择0送到text to image看看 这样opentos editor所生成的预除离稿 就跑到control net0里头 control net0或1在这边可以选择 stable diffusion预设只有一个control net 如果你要调整的话 可以到settings 在左边找到control net选项 点开 在这边就可以调整control net的数量 调整完后再到上面按这两个按钮 让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画面 先把enable打勾 启动control net 因为这个已经是预处理稿了 所以就不选用预处理器 直接选择合适的model即可 这边选opentos 剩下的参数预设 来跑图看看 结果还算ok 姿势算是有符合 以上就是opentos editor基本操作 如果有收错或不足之处 再麻烦各位大大留言补充 第四部分 posex基本介绍与操作 把画面往下拉 可以在左侧这边找到posex 点它 把这个选项打勾就可以打开posex 先来说明画部里头的操作 跟opentos editor一样 有关键点 鼠标一过去会出现选取状态 像这样 跟opentos editor一样 一到关键点处 按下滑鼠左键 可以拖拉改变姿势 滑鼠左键点框框外头 可以取消选取状态 压住滑鼠左键不放 移动滑鼠可以上下左右旋转 滚动滑鼠中键可以放大或缩小 一到关键点 按下滑鼠右键不放 移动滑鼠可以移动人物 这边没有opentos editor部分 选取拖拉的功能 选取就是整个人物 画部的操作大概就是这样 再来reset camera按钮 就是重设摄影机 像这样 有时候转来转去转不回来 可以按这个按钮 reset pose按钮 会重置pose 像这样 or reset按钮 就是会重置camera和pose个两个 再来fix troll选项 是可以调整不正常的滚动角度 这个选项在老阿贝这边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这样滚来滚去还有点头晕 预设是打勾 各位大大可以是看卡 add按钮跟opentos editor一样 不过这边多了一个remove按钮 真是太贴心了 点add会出现另外一个人 点remove会把选取状态的这个人删除掉 下面这个就是画部的宽度和高度 再来background 跟open pose editor一样 可以设定背景 来和人物比对位置 这边的拉杆 可以调整关节和四肢的粗细 像这样 这个ofps老阿贝 就不知道用途了 知道的大大 再麻烦留言分享一下感恩 再来copy to keyboard按钮 只是将pose复制到剪贴步上 让你可以开启绘图软体来做修改 再来这个是下载 可以让你把姿势存成档案 Save pose按钮 可以将目前的姿势储存在下面这里 给它一个名称 按确定 这样就存起来了 点选图片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姿势 还有什么没说到呢 哦 这个是要送到哪一个control net 0或1 来调整一下跑章图示看看 一样这边enable打钩 已经是预处理稿了 所以不用选择预处理器 model一样选择open pose 这边的参数就先用预设 看起来还可以 今天是讲解pose的基本使用 pose有符合就可以了 妹子怪怪需要再做调整 不是今天的分享内容 以后有空再做影片来分享 以上就是poseX的介绍与基本操作 第五部分 3D OpenPose选介与基本操作 先来到这边点开3D OpenPose 如果你这边是一片空白 可以点档案 再点重置场景式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 点language再点你要的语言 这样应该就会出来了 如果还是没出来 请到CMD那边看看 有没有错误讯息 这边有画布的宽度与高度设定 所谓的画布指的是这一个 而不是这个 这个是场景 来调整就知道了 有注意到这边的变化吗 再调整一下高度 这就是画布的宽与高 画布的宽与高 通常对应到这边的宽与高 这点没问题后 再来讲讲3D场景的操作方式 操作方式跟刚刚说的 ToseX非常类似 压住滑鼠左键 再移动滑鼠可以上下左右旋转 滚动滑鼠中间的管轮 可以放大缩小 压着滑鼠的右键 移动滑鼠可以改变场景位置 再来是各个关键点的调整 3D的控制比较复杂一点 点滑鼠左键一下关键点 会出现3D调整球 这个球形有XYZ三个轴可以调整 它是以不同颜色来做区分 选择好要调整的轴后 压住滑鼠左键 再移动滑鼠就可以调整 这样讲起来闻周周的 可以像小朋友那样 有好奇心玩一玩就会熟练了 刚刚是不同角度的调整 再来是如何移动这个关节点 来这边点设定 勾选移动模式 关键点就会变成移动模式 压住滑鼠左键移动滑鼠 就可以移动关键点 移动好后如果要调整角度 再到设定那儿取消移动模式的勾选即可 场景关键点基本操作大概就是这样 再来是右边这里的身体参数 这边各位可以去拉看看 拉的过程就会知道是调整哪一个地方 这边就不多做说明 再来这个按钮可以开启或关闭参数面板 这些选单各位大大应该都看得懂 用法跟OpenPose Editor或Pose Apps差不多 点生成按钮 会跳到Cent to Control Net画面 这边会有四张不同的预处理稿 分别对应到不同的Control Net Model 像这个是对应到OpenPose 这一个是对应到Depth 这是Depth预处理稿 这边可以选择要送到哪一个Control Net Dash的标示就是不送出去 点下拉式选单可以选择哪一个Control Net 这个是下载预处理稿 点这里的Edit OpenPose可以回到编辑页面 这两个按钮可以送到不同的生图方式来处理 送到Text to Image看看 这边是Control Net 1 这边是0 把Enable打勾启动Control Net 0 因为这张预处理稿是OpenPose 所以Control Net Model这边选择OpenPose 再来Control Net 1这边 老阿贝忘记这是哪一个Control Net Model 回到3D OpenPose看一下 原来是Depth 这里选择相对应的Depth Model 也把这个Enable勾选 来跑一张图示看看 跑完了 来看一下成果 看起来是有符合我们设定的Pose 不过手这边因为3D OpenPose设定重Depth 预处理方式 所以会变成戴手套的样子 老阿贝没找到要怎么去变更3D OpenPose的预处理方式 如果这边能变更的话 就太棒了 因为现在的OpenPose预处理器 有支援Pose、Face、Full、Pen这些模式 但是在3D OpenPose这边却找不到选项 知道可以更改的大大们再麻烦留言指导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 订阅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